来看NBA战报 洛杉矶快船队8号在主力球员全部轮休的情况下 只带了9名球员出征盐湖城 经加持苦战意外的以102比99 客场击败由他绝世 快船队的克劳福德更是取得30分 5个篮板和4次助攻 这场比赛快船队安排保罗 格里芬 乔丹等主力轮休 只带了9名球员出战比赛 虽然缺少了多位主力 但是快船队表现得相当不错 还握得独得6分 皮尔西三分命中帮助快船稳定军心 第三节结束快船76比72领先 第四节爵士队先升夺人 拜克斯连拿5分帮助爵士完成反超 中场前2秒2德里奇自投自抢命中关键地球 还握得绝杀补重 比赛被拖入加实赛 双方在加实赛继续陷入敖战 伯克斯用3分球开启加实赛 格林投中3分 快船队以99比97领先2分 特劳福的最后0.2秒标准绝杀3分 绝世最后一攻仓促出手 胡得未能命中 最终快船队以102比99战胜绝世 NDP7综合报道